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江小鹿的频道 我们放了很多材料在这个桌子上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做的菜呢 只需要花10到15分钟 大家看我们的标题也知道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麻辣拌 麻辣拌最主要的呢 就是它要拌的那个酱料 别的所有这些食材呢 基本上就是在水里面煮一下 虽然只是把菜放到水里面煮一煮 但是呢也是有个先后顺序的 我们需要先放一些比较难以煮熟的菜 比如说这个丸子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我特地留了豆芽和这个牛肉卷在最后烫 是因为这两个特别快熟 所以说不能和那些一起煮 不然的话就太老了吃着 依次把大部分的食材都放到锅里煮以后 我们来切一下家里种的这个葱 准备一下一会儿要和那些材料的酱 接下来我们要把蒜打成蒜末 打好这个蒜以后呢 我们在一个盘子里加一些辣椒粉 再倒一点辣椒碎 然后把我们的蒜末都加进去 在这上面撒一些白芝麻 弄好这些以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要烧热油了 我们在等油热的时候呢 来调一下它的酱 首先要加的呢就是芝麻酱 然后加一点酱油 加一些蚝油 加点糖 这里我用的是代糖 再放一点13香 因为这个芝麻酱很稠 有点霍不开 我们可以加一点水 或者加一点牛奶 我在这里呢就加一点点牛奶 好我们现在把芝麻酱霍开 我们的油也热得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把油倒到刚刚那个蒜和辣椒的盘子里 搅拌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油 倒到我们刚刚拌好的芝麻酱里面 继续把它拌匀 好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食材已经煮完了 装到这个碗里了 那我们的酱呢也调完了 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食材里面放点辣椒圈和葱 然后把这个酱倒下去 然后给它拌匀了 然后我们给它装盘 拌好装盘以后 我们的麻辣瓣就做好了 好了我们要吃饭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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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